打算是在市場上的工作 主持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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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蘇維倫 這是附身紅布 若宜市議事務中心的在地域出現工作 我們一起策劃副作的活動 他做了很精美 就真的很歡迎大家打回去 包括車線 因為今天就是香港記憶政政 這個學術講座的第一次場 也是最後一場 我是非常高興為敬佑老師可以過來 因為我大概在學生時代 應該會算是一個小小的油粉 雖然年紀沒有差很多 然後這是那個時候做的書 其實這個做書有很多小故事的連說吧 包括說這個封面其實是每邊幾下去畫的 那我們當初為了這個封面就大炒了一家 因為每邊已經過世了 所以就還可以做書一點 因為他有內方好的運動 因為我覺得那個佑老師的東西 常常是有批凡性跟有一些銳利的 但是我們的好朋友 他是個比較溫暖的人 他會用一種比較暖的方式去遠離他 所以我當時候一開始 我其實對這畫作其實有點不滿 是因為你們聽過有個作家 叫做吳明氏嗎 對 我覺得很像北齊風情話 或是他臉應該有的風 就是 柳老師後來有說他還蠻喜歡的 而且就沒想到我們出外地的人這麼快 那這個是之前跟柳靖老師 我們認識的一點音源 那我是出了你的對戰女主持人 所以請容我看一下 好 柳老師曾經在香港米南大學的文化研究系任教 那現在是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 擔任特殊的教授 還有在香港的港大的人文學院 比較文學的領域教授 著作真的非常多 就是 像這個詩他非常年輕的時候 八年代寫的專欄文字的階級 跨文類的 就是也會有詩也會有詩 也會是評論 是非常精彩的一個詩 就是 來自於四個多年 在十多年前 還有文青 就是想要把它再版 比方說 就舉一個柳老師的書 評論集的 包括游動等一個 游泥義 然後還有詩子到毛 但我很喜歡 就是我帶了一個樣子出來 大家可以翻翻看 我從威應許你的玫瑰緣 然後另外一個請求 還有在新聞書 出過一本並請 新聞書如果對於香港 大概文化圈有年的人士 就會比較會知道的新聞書 在香港都要信 特別是他的那個 編輯羅斯華先生 已經不幸因為意外過世了 但是他在任期間 其實策劃的一系列非常棒的書 包括黃碧雲的小說 等等的 蠻多書的 劉老師也是自己會做藝術創作 他拍過《好玉》這部電影 還有《好玉》這部電影 還有《好玉》還有《壞孩子》這部紀錄片 《壞孩子》也是非常好看的一部 其實可以給大家一下 得過非常多的獎 《好玉》獲得葡萄牙 《壞孩子》獲施定理的一瓶大獎 《由榮獲得日本四項論壇》 《結論評論壇》 會給你講得懂 今天的演講我相信會很精采 因為劉老師準備了非常多的PPT 還有一些影像的Clip 那我就把時間交給我 謝謝劉老師 很謝謝裕文 很謝謝英俊和裕文 花了很大的勇氣 特別從香港把我轉回來 然後大家聯繫 其實他們真的是費了很多工資 要辦你這麼龐大的演講 你這麼看到演講的規模 我都有點嚇壞 今天我要講的這個題目 其實是我也是第一次講的 其實是把我自己 過去幾年的兩個研究計畫的一個合體 一變就是一個非常非常不合時宜的 不論是在香港跟在台灣吧 大概都是非常不合時宜的一個主題 就是左翼的文學跟地 一個是這個 這個是我其實過去幾年都很有興趣研究的一塊 一個方塊 我待會兒會講多一點點 為什麼 另外一塊呢 其實就是你們在題目上看到的 可能會覺得有點奇怪的 其實是中國南方圓海的一個族群 所謂的水上良家 其實大部分是住在亭上的 船上的一些布魚的漁民 他們的後代 每個其實在福建跟廣東沿海 船上叫舟一代 其實在漁民很多都是這些的當後代 然後這個族群叫大伍 或者是雞蛋的大伍 大家也會講一下 所以這個族群跟行工作的關係 其實這個也是我自己的其中的研究的方塊 所以走一連到經濟這部電影的話 大家都看了經濟的電影對吧 要不其實等我路上很容易講的 YouTube上就有了 要不其實你們去去管理一定有 有很好的拷貝 所以我是大概是講這三個東西之間的關係 我記得剛剛找我來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我可以講密合心情節 我對文化研究有關的好 我少了老半天 其實我不知道什麼是跟文化研究沒關的 我本來以爲什麼東西都被文化研究有關 重點是怎麼講對吧 所以我覺得一直以來 其實到了現在走到現在這個地步 文化研究當然也有不同的轉變 作為一個field 一個領域 然後到了現在這個地步 我覺得文化研究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研究 就是我學習到的東西 其實是一個方法 其中的一個方法就是 看東西與東西之間的關係 這個對我來說其實是最重要的一個文化研究的方法 所以很多人以爲可能會說 誒文化研究是關於脈絡的 所以是關於一個橫向的關係 就是我跟你的一個橫向的脈絡 就是它在什麼的社會 政治環境裡頭發生的一個文化構成 對方說 可是對我來講這個脈絡 當然也一定要講它中向的一條線 你知道嗎 歷史的脈絡 所以是橫向的跟中向的脈絡 它是怎麼構成的 而其實可能另外一個是 把一些你看起來是好像不相關的東西 也把它們想、想、思考為什麼它們有關 其實我們生活的這個系列 其實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一個東西跟另外的東西是有關的 可是一到學術研究 好像整個東西都無關了 一個只能非常集中的 就是開一個很少的東西有沒有 所以兩者呢 其實對我來講 我覺得就是文化研究 可能要忘記化的 要打錯的 一個等於學術思考的一種 一個方塊化的一種 其實是一種 對於知識創造的障礙吧 好 所以呢 今天會講的就是 大致上這些三個東西 三個左翼呢 幾塊 我不會講 我只會講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只會講 三港左翼怎麼大怎麼龐大的 一個題目裡頭非常少的一部分 其實就是它跟電影文學的關係 所以三港左翼我完全會碰 所謂的政治的 怎麼說呢 就是所謂的那個 那個政治結構的那一部分 或者是它跟正傳的關係的那一部分 我完全差不多不碰那一部分 我就只講我最熟識的就是 左翼的電影跟左翼的文學 這個呢其實在香港來講呢 已經慢慢的 我剛才講 其實已經開始有點變得很不合時宜了 其實應該是說 其實很難 一是很難有時常 很難有觀眾 二是大家覺得很政治不精確 三是其實覺得香港有左翼嗎 然後又左翼電影馬上講什麼 這個所以我的題目是叫消失的 它其實是一個已經被摸殺的 被消滅的一個聲音了 可是要是我們真的很應徵地去看 香港的電影歷史的話 我過去十年對香港的電影歷史很有興趣 很不幸的是 在香港對香港電影很有興趣的很多朋友們 其實對香港電影歷史的興趣都不大 這對現在的電影比較興趣 對電影怎麼走過來的 這個賣落其實沒有很大的興趣 要是我們真的去看香港電影歷史的話 其實很容易就會看到 香港左翼電影是香港電影 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有人曾經說過可能是香港的 其實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 不是大家一直以為是80年代之後 其實完全不是 可能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是在50年代 也就是左翼電影 香港左翼電影的黃金時代 好 另外的一塊是關於新工作 我剛才講了 這關於這個族群跟新工作之間的關係 後來就會長到經濟這部電影最後的時候 所以我希望可能把這些看起來都不關聯的東西 怎麼是把它理出一個關係出來吧 盡量 對於消防文化有興趣的朋友們可能未聽過 還有香港這個叫虛擬三殺精神的東西 對吧 這個是常常非常容易用來做政治動感的 也是一種道德的趕照 很多現在的香港年輕人可能都覺得 我們就是要重新的去 重新的追溯虛擬三殺精神 因為這個好像已經被沒落了 一般來講 從80年代之後的學者 通常會把所謂的四級三殺精神的崛起 把它追溯到 是70年代 就是一堆香港的政策 比如說教育的普及 或者是一些政策的改革 或者是很多的公共房屋的這件事 所以好像是跟一些公共的改革有關的 四級三殺精神 然後就創造了一種叫香港人這個身分出來 我過去幾年慢慢的發覺 其實這個不是很多80年代以後的社會學家 因為其實是從80年代之後 我就是至少從70年代之後才出現一個東西 我發現其實從30到50年代的香港的文學跟店裡頭 已經看到一個非常清楚的 把香港想像成為一個共同體的一個價值觀 然後這個價值觀跟後來的所謂的四級三殺精神 有很像的意外相傳的地方 可是也有矛盾的地方 所以這個演變是怎麼走過來的呢 這個也是我的問題意識的一部分 在這個走過來的過程裡頭 有什麼東西是被歷史斷念化的 地下化的 有什麼是慢慢的重化時代來開始 就被排除在這個香港本土性的界定外遇 我知道我的PPT文字很多 因為就是沒辦法職業病 你們要是看不到的可能盡量走到前面來做吧 其實前面還有很多位置 你們也可以挪你們一直到一個比較能看到PPT的狀況 文字的狀況 有不同的社會學家曾經論述過關於香港本土性的部分 對方說劉少傑 劉少傑 劉少傑 劉少傑現在已經是關了 九七以後 他變成了中共去管理香港的其中很重要的基設機構的人物 劉少傑曾經說 香港其實華人的難民從四十年代之後 四十年代末來香港的一批大部分的難民 其實都不是很政治化的 就是他就說 這個是他的 他的phrase 他就說是公立家庭主義 就是基本上是很管家 而且不管國 然後就是很公立的心態 所以他們比較保守 比較弱弱 比較退卻 比較享樂主義 比較燒起的 這個也是他們幾個社會學家的一種看法 他們後來也說 張秉良在後一點點就會說 可是張秉良出生的 就是不是來香港的難民 不是所謂的難來的 而是比如說是五十年代 才在香港出生的年一代 就可能比較理想主義 因為沒有經歷過內戰 然後可能就比較貧窮 因為家裡頭是難民 家裡家庭出生 可是呢 我對社會公義的問題比較敏感 然後呢 就普遍的 因為現在香港長大 跟被遭遇 所以就普遍的 慢慢認同一個民主自由 公義平等的原則 他們不是福利派 因為他們看到 跟爸爸媽媽是難民 要每一個公平競爭的權利 然後就慢慢的每一個 他們看自己的努力上不上爬 所以他們不相信 大家都賺錢 而是應該用自己的努力 來賺這個錢 所以呢 他們其實要求自己的 堅持利益要得到注重 那個尊重 然後就長掉的自我奮鬥 所以我要參加努力 所以整個呢 即便50年代開啟香港 其實那個貧富的問題 是真的很嚴重的 可是很多香港人都相信 有能力能苦幹 這個呢 有機會出口 這個也是因火俱殺的香港 很苦 能夠很變成很苦的計畫 因為你其實看 就要很多香港的造極觀改變 大大的改變 從那個非政治化 就慢慢的改變成 我們相信只要我們努力 都可以出頭的 都可以參與社會的這樣子 所以是從70年代 大概吧 一直到1997來20多30年的 一個很大的一個變化 所以這種論述 像香港很有名的社會學家 呂大樂就曾經說 其實進入所謂的雙軌的發展 一邊是你只要 你能夠練書就可以考大學 以後就可以進入中南階級了 要不呢 你也可以去念專上的 就是專業的學科 所以他們 香港人就比較能夠 雖然看到基本主義是有不平等的 可是都能接受這個有緊張性的 competition 的一個 sorry competition 的一個 一個制度 我為什麼一直都按錯 好 所以 呂大樂就說 其實97的SRH 那個焦慮是什麼呢 其實是害怕 他們 我們那個個員的自由 本來有的一些自由 本來惹到專重的 然後那個罰的制度 本來是惹到專重的 然後這個慢慢的一個 就會續去了 然後就會變得要妥協 要委屈 所以是一個龐大的害怕 然後 我的看法 其實跟他們是有矛盾的 我透過這個計畫 待會我慢慢的講 我覺得 可能不是你們 他向他們講的長進的一個脈絡 而是 可能是這個所謂的 競爭性的基本主義 其實這個競爭性的基本主義 對我來講 可能是一種 對香港的價值觀的一種實力 然後這個洗禮 在這個洗禮的過程裡頭 有一些舊的道德 不是說那個難民社會 就沒有一種參與社會的道德 反而我覺得差差相反 我覺得是他們想像的 從50年代到90年代 那個參與社會的 參與政治的那個方法完全改變 想像怎麼做 作為一個理想和香港的那個想像 其實大大的改變 對我來講 其實反而不是一個政治化的 而是一個去政治化的過程 好 現在講一個完全 跟剛才講的東西 沒有關係的東西 可是我們整個今天的講座 我們不斷地回來 我不斷地回來 我不斷地回來 這張照片 其實是電視戰畫報 我教很多中文系的學生 在這邊 應該都很醜了 知道什麼是電視戰畫報 電視戰畫報 就是大概是中國比較早的 一個所謂的時事的 時事的包刊 對吧 然後時科的 一個時事的包刊 然後電視戰畫報 就是每個時候有什麼新聞 對吧 就把他畫了一張畫 然後印出來 然後在下面有一段文字 這樣子 十九世紀末 清末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 一個報刊 每個時候 有早晉的一段新聞 就說上海 這個當然是講上海 但是有這段話 上海有一些是廣東來的紀律 他們很 因為他懂外語 所以而且呢 他們又很能夠奉迎 奉迎 成迎 成迎外國人 很習慣的這種 所以外國人來旅遊的時候 就找這些廣東來的紀律 到船上 然後這個新聞是關於 這個外國喝醉 然後就把你的紀律 傷害 那個紀律就 在肚子裡頭 突然有一大堆血流出來 照救命啊救命啊 然後這個外國就不理他 就一直在睡 對吧 然後到那個後來被揪出來的時候 他很慘 他就癢得痛 然後路夫一直在叫這樣子 這個畫報的最後一句話 是講的是評論這個故事的 而且說你看這些廣東來的女生 他們是怎麼游弱 可是他們也要跟財良共處 不知錢生做了什麼裂 是講這個故事 所以你可以想像那個時候 對於醫 對於妓女的想像 其實他們是游弱的女子 他們是被欺負的 另外是對於外國人跟華人 華人跟外國人的兩個交往 是被想像 也是一個被欺負的關係 就是女子 封名男子 是一個被欺負的關係 然後中國人去服務外國人 也是一個被欺負的關係 所以是長進這個想像 把他們想像成動物 財狼 而且是做了獵 所以才能做這個工作 重點去帶畫報 清末一直到民國初期 這個對於其實女性作為一種性別 在這個社會裡頭的地位 其實一直都非常引起了很多的知識分子 很多的文言的一種關注 我們看中國的 上四十年代的中國左衛領 其實非常多是主打所謂的女性題材的 左衛電影裡頭有一大塊 是以女性解放作為命題的 為什麼呢 因為對他們來講 就是我剛才講的 女性對待男性 就好像中國人對待外國人 男性欺負女性 就好像是外國人 他們來侵略中國 他們來殖滅中國的那種關係一樣 所以是長進這種比喻 所以對很多首的左衛文言來講 解放女生就是解放國家 解放中國 所以在中國最重現代性 最重個體解放的 就變成了這個革命 其實是透過解放性別 解放女生來實現的 像左衛電影裡頭很重要的女明星 碗林玉 碗林玉她演了很多左衣的電影 很重要的經典作品 她的其中一個跟她常常合作的導演 蔡出生的曾經 曾經長進講 碗林玉 或者不念呢 你們可以看一下 就基本上把整個國家的 所有的民主的苦難 我們的工廠倒閉啊 農村的破產啊 災難慎重啊 有很多外國人來踐踏我們 這種各種各樣的壓迫 就把所有這些壓迫都想像成 軟鈴玉這個演員 她的承擔的所有這些苦難 然後透過她的演技 透過她的表演 來讓大家深深地感受這些國家的苦難 李峰說 新女性這部電影就是 一方面是講福利解放 一方面是講公園革命 你要把兩個結合在一起 那個廣告是 衝出家庭 走向廣大的社會 站在人的前 站線 為女性而奮鬥 為人類 為社會而呐喊 所以是 女性就變成了 是人類的苦難的代表 我這是代言 新女性 就有幾個 你們其實這部電影也是很容易在網路上可以看的 我很鼓勵你們看一下 新女性這部電影有三個重要的女生 一個是少奶奶 其實是三個典型女生 每個是民國文言想像 社會上最典型的三種女生 一種是少奶奶 少奶奶是封建家庭的 女性對女性的壓迫 另外一個是舞女 是工作者 就是玩靈玉做人 另外一個就是工人 女工 女工階級 所以只剩下這三個不同的角色 對於電影來講 在電影的視角來講 有人說這部電影能到頭來 你看他的海報是這樣子的 就是 這個其實是本來這個 做舞女的軟鈴玉 他其實本來這個角色是個機師青年 他唸過書的 可是他找不到工作 那個時候能夠讓女生 有比較有的 文言的 女文言的工作 非常非常少 他最後的所謂的淪落 封城變成舞女 所以最後還太自殺了 所以這部電影好像是 雖然這個軟鈴玉 這個角色叫韋靈 雖然是他一開始跟你說 我不要結婚 因為結婚是以內男人 是做奴隸 所以我要衝出那個風險家庭 好像是長得一種抗拒女 就是對女生的壓迫 可是到頭來 他其實是一個失敗者 他是衝不出去 這個性別的 困惑的 反而真的是在這個 這個電影裡 能夠衝出去就是女工 就是那個工人階級 這個是導演 所以呢這部電影被認為是 他是很寂靜的 因為他是 就是鼓勵女性 要去做工人階級 要工人階級 就是國家的未來 可是他同時 也有一些現代性的渴望 你會看到 華麗玉她穿得很漂亮 她又做過記者 做過 又做過 七十七年 可是後來做了舞女 都是穿得漂亮漂亮亮的 就是大家都覺得 她好像很美 很美的樣子 有一種對現代性的 一種很摩登的 很時髦的一種渴望 也同時當然就是 對於基本主義的 社會文化的一種呈現 這三個之間 柔和共產的一個很矛盾的空間 電影裡都會呈現出來了 然後一方面他看到 這個電影一方面看到 其實解釋性女性 她被武士的傳統走出來以後 她其實沒辦法在現實生活的生存 她是被基本主義跟個人主義 充滿了頭 所以她最後墮落了 成為了自偽了 這是一個跟魯順說的 就是被出走的羅拉 有沒有 就是從家庭裡頭 家庭壓迫裡頭 婚姻壓迫裡頭 走出來的羅拉 到最後只會墮落的 因為整個社會的經濟制度沒有改變 沒有讓女生能夠有一個經濟位置的 她到頭來是沒有位置的 她只能走向墮落 所以整個電影就是基本上 很道毫昌場上這次長成為一個� sitio的羅拉 她呈現了不同的現代性 然後這個是 每方說這個公園 它是農村走過來的 跟民族國 AND 國家 它可以無方的藉軌 這個是悠map 的 有出入的 有希望的現代性 然後另外的 可人遇的那個是一個 都時的腐敗 那個現代的陰性 所以不同的現代性的鬥爭 我會看重 其實你要找著這種電影來看 從中國的左翼電影來看 女性的話 這些女性她其實不是一個真實的人物 她只是一個符號 她被借用了作為一個場域 是提供給知識分子 對現代性的一個思考的 一個爭議的一個投射的一個消費的空間 社會就透過電影這個普及的媒體 來消化跟疏遠解說完 就是中國的精英男 中國的精英男其實是 他們就是國家革命的推動者 可是他們其實不知道怎麼走下去 所以他們的那個焦慮 他們的不安 都投射在這些女性身上了 所以在中國慢慢的走向現代化的過程裡頭 這些鬥爭就在女性身上的長線 中國的左翼電影 我為什麼長得這麼久 你們可能會說 這跟香港有什麼關係嗎 這個跟香港電影的關係可大 剛才講的是中國三十年代的左翼電影 三十年代的左翼電影 他重新剛剛講了 洪森 洪森是中國第一部有聲片 有聲音的電影有沒有用的編劇 因為他是那個時候在左翼的戲劇界 是最有最大個大 最重要的演舞 寫劇本寫得很厲害的 1931年的一部也是一張歌女的電影 就是他編劇的 洪森 洪森被認為是中國戲劇界的 現代戲劇界的第一人 這是誰呢 洪森的弟弟 就是洪志 也是洪仲豪 洪仲豪是香港一個很重要的導演 1930年代40年代常常從上海到香港 上海到香港兩邊來回的 香港一個很重要的導演 很多電影都是他拍的 比方說這個電影 1948年這個是最近出土的電影 從前看不到的 最近香港電視劇院收服了一些電影 這部電影是長一個男生 他娶了兩個老婆的 然後是平妻的一個故事 兩個妻子是平等的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不是洪志 導演跟編劇的 可是你們可能有沒有辦法看得到 他上面其實有寫 其實是洪仲豪的顧問的 所以你可以想想洪仲豪的地位多高 這個很流行的一個電影 特別要掛他的名字 說他是顧問 這個都是洪仲豪的電影 很多現在已經被看到了 可是我們都能夠看到這些電影的名字 從上海到香港 香港電影裡 香港拍過無數遍 唐國福典抽象 周星馳也拍過無數遍 所有第一部都是紅仲豪牌 所有的第一部都是紅仲豪牌 所有這些所謂的武打騙 什麼方式獄 都第一部都是紅仲豪牌 在香港 所以紅仲豪多厲害 紅仲豪有一個酸 酸我不是兒子 30年代的人物 你們可能硬一點 他是酸 這是酸樣子 紅仲豪 紅仲豪 這個就是紅仲豪 香港武達界 武達電影的第一人 所以 我只是用講 一個很少很少的case 來跟你們講 香港電影的歷史 跟上海左翼電影的歷史的 非常緊密的承傳關係 這只是個case 要講這個case 大概有五百個 這個是香港電影 香港文學 已經有不少的朋友在做了 他的文學歷史的研究 30到50年代 香港文學被認為 一方面是受上海的現代派 上海的上陣主義 symbolism 一方面是從華南的左翼文學聯想的 所以呢 香港的 30到50年代 香港文學 很多也是跟中國的左翼文學很像 也是反地 反地文主義 反軍運主義 反基本主義 很多是 因為有些包刊 他們用的打仗 內戰跟外戰都有 然後就 所以從上海到廣州 從南遷到香港 我的朋友陳時德 就曾經說 其實在抗戰的上班期 他說的是 1937年到1941年 抗戰 就是中國抗戰的開頭幾年 其實像所有這些大陸的文言 從上海到廣州都南遷到香港 所以香港的變類是一個左翼詩歌 跟現代詩歌並傳的一個 一個根據的一個最重要的基地 這種並傳是很有趣的 也可能是中國 現代詩歌 其中一塊最有趣的一種並傳 就是現代派跟左翼的一種 互相影響 互相交叉到一個地步 在香港會有一些詩人 像歐歐歐 他的詩作其實是非常現代化的 風格其實是現代派的 還有很多英文的 那種想像的語言 那種風格 那種形式 其實都是很modernist的 都是很現代主義的 深深的受歐美的現代主義影響 也受中國的現代主義影響 可是他的政治理念是中意的 這個當然到了五十年代 在中國就不可能再發生了 在那個時候三十到五十年代的香港 其實這一種人是非常非常 怎麼講 就是很受尊重的一種人物 他當然是廣州人 後來在香港念書 在香港受教育 他在香港工作了很長的期間 然後還主編了不同的刊物 影響了很多香港的知識分子 然後就在廣州出版的他的詩集 歐外詩集 也一本是在廣州出的 一本是在香港出的 你們的這個小本子裡頭 我就給了你們一些歐外歐的詩 歐外歐的詩 歐外歐的詩對我來講 我是雖然在香港有唸過所謂的文學 可是呢 很不幸的是 我唸的整個在香港唸文學的過程裡頭 不論是中文還是外文 都沒有唸過香港的左翼文學 也沒有唸過上 歐外歐怎麼重要詩人的作品 這個是我最近過去十年才慢慢的去惡補的 然後當我第一次看到歐外歐的時候 我嚇壞了 他的對於香港的三十年代的時候寫的詩 對於香港的那個分析 對於香港的那個vision 那個想像 放於八十年後的今天的香港 還是非常非常合適的 美鳳說 他說 香港為什麼會被殖民呢 他在他的詩裡頭 他有一系列的詩 在香港照相冊 就是好像 就是在香港派照這樣子 然後他就長到了 他說 其實香港是個商業的要塞 軍事的要塞 這個是歐洲人 歐羅巴人 要放在亞洲地圖上的第一顆棋子 這個棋子一定要放 為什麼要放呢 那個時候 原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人 其實是看到 香港為什麼被殖民 而且他被殖民的 對於殖民者的一個利用價值的 原來是這樣子的 那個時候的英國想像 香港是連著新加坡 新加坡是連著印度跟緬甸跟馬來亞 然後連著整個澳洲自治領土 所以是這一條線 對於英國的殖民者來講 這一條線不能斷 這一條線是從香港開始的 他一斷的話 這個香港沒了 這一條線可能就不行了 因為這一條線當然是 也是變成了跟中國的 科學營商中國的買賣 這一條線是一直到澳洲的 所以軍事上跟商業上 香港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對於歐洲人來講 歐華營的詩裡頭 就會寫到一些很少很少的人物 比方說穿著軍服的商販 有沒有 好像就把軍人跟商業的 軍事跟商業的兩個不同的結構 都壓在一個人物身上 而且也寫到一些 比方說藏著紅頭巾的 印度水槍 你知是什麼 你知是什麼 你知當然就是 其實在想 那就是這個關係 就是香港作為一個 一個居民地跟印度的關係 很多印度人 都被英國人運來 香港服務居民者 也變成的是 跟英國人跟中國人 之間的一個中介 就是這些印度人 所以在歐華營的市場 你可以看到 他怎麼去思考一個 比較宏大的一個政治跟經濟的批判 跟比較實際的一個巨像的描述 北方說你在他市 他會看到威風銀行 會看到所謂的大撲裂殿的觀念 那就是那個皇冠 很多我們香港的建築 都要有那個皇冠在上面 一種臭相的一種經濟跟政治的符號 會很容易挑戒到一些少人物的身上 比方說這個印度巡查 他的一首詩叫軍港 新加坡的場也在你們本子裡頭 你會看到他用的 癲這個字 是用得很厲害的 大撲裂癲就是我剛才講的 對於現代化的語言 那種非常寄絕的運用 大撲裂癲當然就是英國嘛 這個癲也是跟我們的 三島不是很多山啊 所以三癲 大撲裂癲的從倫敦過來的 就是很久都沒睡的工程師 睡眠的工程師 他們其實水土不服 來到這邊一直喝 從南洋半島 根本不是說有一條線嗎 所以南洋過來有一些咖啡 從碼頭運進來 他們就從三癲 從三癲往碼頭跑來跑去 所以這個大撲裂癲 跟三癲的那種rhyme 有沒有 就是那個叫什麼 中文叫什麼 rhyme叫什麼 rhy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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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 OIO 來說 這是一個洋情民在會瘋癲的 癲狂的 吸叙的一個空間 像他的這首詩 和平的處詩 是寫在 日本已經攻佔了中國 可是還沒有在香港出現 日本人還沒來 所以呢 好像香港是 就是暫時是個和平的地方 可是那個和平其實是很脆弱的 他究竟什麼時候不和平呢 他的和平是接居什麼的呢 他的和平是接居因為香港 那個是英國殖民地 日本還不想完全得罪英國 所以還留了一手 還沒有去攻香港 還沒有打香港這樣子 可是當然詩人很清楚 這個早晚會發生的 所以詩人看著這個總讀 這個港讀的雕像有沒有 一個銅像 這張是拖著手 好像蘇格拉底 拖著手的一個銅像 這個是香港的一個政治的首領的一個符號 可是詩人看到他很醜 他的醜什麼呢 他不敢說那個醜是什麼 那個醜喔 要是人覺得 其實他是一個金屬勒的總讀 他是不是在醜 亞洲風雲下的外頭的那個戰爭呢 他想著 這個其實已經死了的港讀 他一直拖著塞 在搖塞與紫之間 他就發覺 原來因為是個銅像 已經升了台縣了 在他面前的都是這些 這些Battleship 這些建難的船 建戰船 他的整個人好像生了根的樹一樣 是人用他很尖很尖的筆 對於殖民的諷刺 一方面好像是寫出了這個土地的 這個香港這部小島的 對於戰爭的龐大的焦慮 另外也寫出了這些殖民者好像也被困了 殖民者作為一個銅像 他也在發售了 他也在發愁了 他還升台呢 這支金屬勒的手 什麼時候能夠放下來呢 好像他的思考殖民架構 跟殖民處境 怎麼把殖民者也誤害了 城市中的種毒 掉下成了冰冷的 非燃的 好像種了毒一樣的 金屬勒的種毒 這是一種很現代化的語言 把一個名詞變成動詞 金屬勒的手 殖民者變成金屬勒 金屬從名詞轉化成動詞 具象化的一種唏噓 你們那時候這裡頭也有一首 我的師姐 香港多窄的 土地的運用的 這首是我看到的時候 我都真的笑翻了 因為西西方的現在香港還是非常合適 這就是我覺得很厲害的一個部分 其實有很多部分 其實一個很厲害的部分是 一開頭一大堆是沒有香港這麼字的 沒有主事的 沒有subject的 這首是一開頭 這是非常非常現代主義的一種用法 沒有subject的一堆東西 不建築在土地上 什麼不建築我們不知道 你猜吧 不建築 建築在弗洞的海洋上 是什麼呢 我們不曉得 好了 最後 這些不會永久的東西 都不會永久 不會永久 不會永久 一個租的房子很快走 一個小時就沒了 永久的叫銀行的地址 這個非常香港 什麼地址都不永久 所有住的都不永久 今天就會被人家逼簽了 因為你房租交不下來 可是銀行它很多錢 它都沒事 它就一直住在 它就一直帶在裡面 它的地址不會改 後來慢慢的熟悉的出現香港這個符號 慢慢的出現 以及 而且是香港 逗號 好像是造化一個香港 香港怎麼樣怎麼樣 香港怎麼樣怎麼樣 最後 全部都是香港 香港的爬的山 香港的車是爬的山 香港的建築物是爬的山 香港的面積太有限了 最後的幾句話是這樣子的 最後是說一切都要爬上運動的香港 一切都爬到了最尖跟最高度的跌上的時候 香港怎麼辦呢 從現在的眼光 你完全可以看 好像它在質疑的是香港的一種發展主義 你一直要爬 一直要上上爬 每個都要上上流動 可是這樣子要怎麼樣呢 最後可能是很徬徨那種狀況 就是現在的 以一個 整首是一個沒有主事的句子開展 最後上段 完全是以香港作為主事的句子 作解 好像是一個宏觀的描述 最後有一個用談 用用談到香港一個充滿感情的 對發展主義的質疑 香港從一個本來沒有 本來好像被引摸的 沒有名字的一個課題 慢慢發生成為一個被召喚的主體 香港怎麼辦呢 這個是一個寫在三十年代末 四十年代初的一個詩 跟我們才講的 香港不是沒有主體性嗎 當四十年代才生出來嗎 為什麼三十年代末 或者我要這首詩呢 好 文明人的天職 這首詩我就不細講 可是 現在這首詩我覺得放在香港 可能也放在台灣 都也可能很合適的 他是講什麼呢 是講很多講動物傳音的 受西方影響的人 所以我們說不能捏帶動物什麼什麼 因為這個才是文明才是限量 才是偉大才是正義 然後我問你說 你們這些鼓吹動物傳音的外國人 你們為什麼不想想 你們在殖民 在打其他貢獻 其他國家的時候 哪些國家 殘餘的不文明的 遭犯的 不自由的狀況呢 然後你們說不能捏帶動物 然後為什麼整天能捏帶人類呢 最後的OIO的接手系統 不是三十年代邪惡 是他後來五十年代以後 他回到廣州 最近我跟一個 香港很重要文學的研究的學者 小思老師 講起OIO的時候 我說OIO 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人物的 真的太有趣了 小思老師的跟我說 他五十年代才訪問過OIO 一個小OIO來香港演講 做台 因為他已經回到廣州了 他做一個掃官 我看到資料 他好像做什麼進協 什麼什麼委員 我就問小思老師 像他這樣子的 怎麼反政府的人物 他回到中國 做政府官員會 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小思老師就說 他喔 他一來香港 第一件事情 就請小思 小思那個是一個學生 像你們年輕的一個學生 請你幫我幫幫忙 幫我在中環 幫我幫某個店 地機寫得很清楚 他非常記得那個地方 你幫我買過 學家嗎 學家嗎 大家都沒得賣 五十年代沒了 所以你去中環 幫我買 買一整盒 買多一點 小思老師那個時候 是個很年輕的學生 他就聘進了 他所有的銀行部 所有的錢 原來是非常非常昂貴的 所以他一輩子都記得這件事情 他現在已經80多歲了 他還記得這件事情 因為那個時候又聘了很多很多錢 為了去滿足這個小老頭 一些資本主義的欲望 對於西方文明的 他曾經的一個文化的享受 他是在每個文化氛圍裡頭 長大的 這個西方的現代性 長大的一種人 好像少賽說 他穿了一個很洋化的一個西裝 很淺色的皮鞋 不是深色的 是淺色的皮鞋 比較洋氣的 那種穿著在香港 他回到香港 對於香港 重新有一個觀點 也是看到香港的小 可是也看到香港那種小 要衝著大 假裝自己是大 香港當然那個時候已經是80年代 香港也很發展的一個大都會了 今天說進行大都會的一個城市了 可是他還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所以這個小跟大 基建的矛盾是怎麼樣的 他就寫了這首西藏 彈丸大大 從這個很有趣很有趣的 西方化的 受西方現代主義影響的 中國主義文言 我會講到另外一個 也是受西方影響 可是也是中國的主義文言 從上海受教育 受上海的主義文化影響 然後來到廣州 再來到香港 的一個編劇演員導演 你們要是看到我給你們看的電影 《圍樓春少》的話 應該怎麼認得他呢 因為他是 《圍樓春少》搞的電影的編劇 他也是裡頭 電影裡頭 其中一個最壞 最壞的人物就是那個 黃大班 就是他演的 他叫盧敦 盧敦 最近 他過十幾年前 香港電視樂館 訪談的他 一個非常非常寶貴的訪談 他就講到他自己的整個思考 是怎麼構成出來的 其實跟他二十年代 在廣州受革命影響很有關 然後革命影響 其實很多都是有共產系上的年輕學生 然後被國民黨迫害 所以即便你在中學裡頭 唸一些可能有社會主義思想的 共產思想的書 就會被拉走 就會被抓走 然後就是 這不是很多討論嗎 說在香港 警察能不能進大學 那個時候看這些歷史文獻 好像國民黨那個時候很喜歡進水少 在進中學 不是大學 在進中學裡頭熟 熟你看什麼書 然後看到你一看的書是不對 就會抓走 然後就會消失了 就會不見 然後盧敦就說 幸好 因為整個宿舍都在熟 然後熟到他的手已經完了 有些軍隊累了 所以都沒有熟到他 要不然他現在就不在 他說其實那個時候對我來講 我有什麼打牌 我就是受國民心上影響 然後我就覺得其實是不公義的 然後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國中是文藝 是一定要反抗 就是不公義的地方 所以文藝 得把他離開政治 《天上陽間》 是盧敦的現在我們能夠看到的 最早的作品 也是謝謝香港電治老館的一些很厲害的工作 最近才能看到的 基本上從前都沒辦法看的 好 好 這部電影呢 你看1941年的作品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時段 就是中國已經在打仗了 可是呢 香港還沒 香港還是個太平的地方 所以呢很多難民在來香港 上街的電影裡頭 開頭的幾個街頭藝人 他們來香港 他們沒辦法做工作 只能在街頭表演這樣子 唱戲啊 然後做音樂啊這樣子 然後剛才的那個是剛剛搬來的 剛剛來到了 走那來 找他哥哥 他聽說他哥哥在這邊 然後來這邊 可是在電影裡頭 其實是沒有找到的 然後就碰到了這些重人 他自己本來是個女學生 他是受過教育的 所以所以 所以比較是個其實青年 所以來到這邊 吵不起這些重人 吵不起這些重人 吵不起這些草根街上 然後 來到的 你看到他們住在一個 其實是一個香港那種堂樓的天台 無間道的電影裡頭 都不是有一個談判的 然後就是這個 這個重人的地方住 所以只能住在天台 然後就蓋一個一個小屏幕 你看一開頭他們都不是對 國民黨的國旗 那個 然後找 張介石的照片 那個敬禮嗎 結果 那個時候就是民國政府 他們是走難過來的 所以他們都帶著很多 這些民國政府的工具 這道具 然後對這些民國政府 心裡頭就傳到很大很大的 有感情 那電影裡頭到最後 這種感情是會改變的 電影就是要呈現有改變 他們在這邊待了 在香港慢慢待了 越久 有可能會有不同的轉變 像這個中學 這個中學人 這個中學人 這個女生 這些青年 他後來找不到他哥哥 可是呢 他剛剛睡在 那個 那個 頭抬一下下的那個 他給了他一封信 頭抬一下下的那個文言 那個也是文言 這個文言 兩個後來就發展了愛情了 他們就有一個愛情故事 然後這個女的後來就決定 他不要回去了 這個文言就決定回去了 這些人都決定回去了 他們回去的時候 本來還說 我們帶來的這些 國民黨的東西 我們本來很有感情帶來的時候 要不要帶回去 然後其中一個就說 哎 上面這些東西多得不得了 到處都是不用帶了吧 所以那個表情 就很不一樣 這部電影當然 每個時候在香港 產生的時候 記作的時候 是不能很明確地去表達 一種對於政治的不滿 很明確地去批判國民政治 可是你在電影 在演員的一些互動跟表情 你都看到 我們看 其實我給你們的另外一首詩 就是王無邪的一首詩 王無邪七七七三稿 其他手下至於中國水沃 和中國藝術史 原音史的朋友們 不知道王無邪 其實是香港 其實是中國水沃 演員 也是卻 hen tricks 很重要的她 esp und 不過很多人不知道 他だ対五十年代就 还还拜 amen說的文旅 雜誌 還寫過詩 他的詩寫的非常好 這首詩裡面 其實也說到 咦 在 在不同的地方 會有關於戰爭的謠言 我們的徬徨早已成為了習慣 然後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慢慢沒有信仰 金錢 錢變成唯一能支持我們生涯的一種語言 這種感覺是什麼呢 像這個女生 她來這邊本來要找哥哥 她找不到 然後要找自己一個女生 帶著一個包包來 然後房租慢慢地沒辦法交了 怎麼辦 怎麼活下去呢 她帶著香港 怎麼辦呢 也沒辦法回家 所以怎麼辦呢 所以她這個徬徨 在這個電影裡頭就找到一個美方說 跟長子的一個人 長子的一個人要學習 跟她你們現在我們還有一種 Language exchange 有沒有 就是你叫外國人講中文 然後你跟外國人學英文 所以她就找到這個一個工作 在另外一段 所以這個是這個女生 在香港的這個外國裡頭 這個社會裡頭要抽出來 找一種生存的技能 她慢慢地去跟外國人打造到才能生存 這個是香港很具體的現實的狀況 這個很可能要我們想起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與財良共處的那個畫報 現在又來了一個 在這個房子裡頭 又來了一個新的住客 這個住客 從人在猜 她就是什麼樣的一個女生 穿的什麼美 怎麼漂亮的 所以這些從人就在猜了 他們以為 她反正是出來做的 我就可以練到欺負的 所以我怎麼跟她講話都可以 所以我也可以講 Mindarling Good Morning 結果她就找自己巴掌帶過去 在電影剛剛發展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個Jenny 這個Jenny 她有非常慘烈的個性 然後反而是這個女學生 她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 她去找Jenny 作為一種Advice Jenny還提供她 怎麼活下去的一些意見 一些條件 她跟她說其實最簡單 你的隨身行李 你不是有一副身體嗎 這一副身體就是你最好的本錢 其實是不用怕的 女生這個部分是最厲害的 只要有這個部分 你就能夠活下去 然後Jenny還跟她說 我是靠我這個技能 我養活了我的渣眼 我很多很多人 大大小小老老年年 都是靠著我而活下去的 最後Jenny就給了她一個旅館的例子 而且跟她說 其實你的學生 跟你學中文的那個老外 她就很有興趣 你去這個旅館找她就可以了 這個女學生 她當然她困惑了很久 想了一下上 最後她穿了一件很美的衣服 出門 鏡頭一轉 她回來 手上拿著很多錢 尼科去跟她男朋友的媽媽說 你病了 沒關係我們有錢看病了 所以她這個動作 這個決定 改變了她的經濟條件 也改變了她身邊 所有這些人的經濟條件 最後她還跟她的男朋友說 你要去實現你的理想 回國去服務 沒問題 我已經找到辦法在這邊活上去 我就幫你照顧你的媽媽跟妹妹 所以這個男子很高興的 被人被包走了 所以只要是一個結尾的電影 好像是這個女生找到了一個出路 我們回頭看 這個五十年前的畫報 我們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視角 對於新工作跟對於跟老外打照到 這些事情都完全不同的視角 在香港出現了一個很大很大的轉變 然後是因為這種轉變 一種看到現實狀況 看到人的生存條件 一種很具體的 完全不是抽象的 一種很具體的 看著面向社會的一種 一種視角跟一種呈現 其實是在澎湃的 你們看的 美方說經濟長這個電影 不然其實沒有這個轉懷 其實很難以出彩 想經濟長這個電影的 這個究竟 這些跟外國人 服務外國人的中國女生 是在中國的傳統的歷史裡頭 從清過到民國 是怎麼被看待的呢 其中除了電視帳以外 我就去找一些另外的資料 我們會看到 原來他們會講說 其實上海剛剛商業化的時候 有一些與廣州來的紀律 他們裡頭有一些叫 鹹水妹的 是在船上漁民打工的一些女生 他們其實是 是工作群體的 其中一個比較被認為 比較低級的 比較低級的一種階層 叫鹹水妹 我就去研究了一下 那個時候我就很好奇 什麼叫鹹水妹呢 原來其實是一個 關於某一個族群 一個很邊緣的少數民族 也其實是一種政治化的族群 它不一定是生下來的 生理上的分野 可是是一個政治化的分野 就是某一種 因為它的經濟條件不夠好 它被土地上的人 路上的人 趕到海邊 然後它就慢慢地 就是用漁業 護漁來作為一種生產的方法 有這種長期 住在海上的這種人 這個族群 在南方中國華南裡頭 我們就叫它做蛋民 或者是蛋渣 或者是停渣 或者是水上人 要是更便宜一些 就會講它是水妹 或者是水姬離血 這是帶便宜的 他們長期 從清朝開始 就不能參與科舉 所以不能考試 沒辦法上上爬升 所以被認為是漸民 他們的社會地位 其實比漿還漸 有這個帶漿 哪個黃桌 各種各樣的剃頭 剃頭髮都是漸民 可是其實蛋民是比漿還漸的 我去找一些蘋果時候的 有蠻多的關於這些所謂的大名的 那些呈現的 比如說華西時報裡頭會講到 他們是孰不可內 他們可以走在每個船上 他們不准考試 然後是大家說他們是水姬 是離血 是神水妹 他們不顧廉遲 他們就站在那個船的旁邊 這樣子 爭客員 然後就照客人上船 這樣子 可是其實 我們看清末的時候 其實蠻多的 比如說蛋默有七百千 全部都是做這個行業的 所以其實是一個非常普遍的 一種女生 在那個時候是在 在社會的風景線裡頭 常常出現 很多人都可以看到 在瓦朗文化裡頭 當然 他們常常被媒體 媒體很多都是文人掌控 很多在媒體呈現的時候 都是一個不是很正面的描述 比如說 就說他們不梳頭啊 不纏足啊 他們長期要在船上工作啊 上火啊 你看他們當然不能纏足啊 他們的活動也要很靈活吧 他們要求上船 他們長期跟外觀接觸 所以長期也是跟外觀服務的 在這些新聞裡頭 描述裡頭 就會說他們是沒有品味的 然後是 其實是被左臉文化非常邊緣化的 中國長期史裡頭也寫到他們 從這個脈絡 從華南文化的單家婦女 或者是寫水妹 這個文化 我們可以一直追溯到 香港有一個族群 叫Protected Women 香港的一個歷史學家 Carle Smith 就寫過他們 在一本關於香港的歷史書裡頭 A Sense of History 的一本歷史書裡頭 寫過這個族群 就說他們其實是從十九世紀 開始在中國的 那個遠海的一些大城市 常常跟一些外國人接觸 然後就會可能會被一些 很有權有勢有錢的外國人包起來 好像包惡那一張子包起來 很多這些外國人可能在自己家鄉 在歐洲和美國有自己的太太有家庭 可是在南方他們就找到這些女生可以服務他們 而且呢 就無相對待還蠻好的 就可能會給他們一些財產 比方說買個房子寫他們的名字 所以呢 他們從一個比較在中華文化裡頭 比較健的 比較低健的一個 街場就慢慢的上上爬上 透過在香港這個殖民地 服務外國人上上爬上 變成了是有property的 有地產 在香港你有土地都是一切 所以這些外國人給了你房子 他們就上上爬上的非常非常快 是透過這種跟外國族群打造到的一種技能 跟習慣 然後Karl Smith就說 這個為什麼他們是特別在香港 專門是大多數都是他們跟外國人接觸 而不是華人呢 Karl Smith就說 其中一個原因他猜 是因為他們沒辦法考科學 他們一直被漢人排棄 所以他們比較沒有受 獨家文化的婚討薰討 他們沒有受你的版書 沒有受你的紀約 所以他們能夠破出去 跟所有人都可以服務 就不想很多的漢人婦女 Karl Smith寫了以後 後來有一些香港的文化研究員 也慢慢的對這個族群 開始有興趣了 因為最近在中環上爬 有一些老房子開始要被拆了 就很多有一些文化研究員 回到去看這個老房子的歷史 就發掘原來其實很多 就是這些所謂的受保護福利 他們是房東 這些地產的契約 都是寫他們的名字的 他們可能是從漁民家庭出生 可是是洋人的情婦 所以就慢慢的受關注起來 他們的下一代當然就是歐亞問學 這是歐亞問學員 後來到了七十年代 慢慢的變成了是香港的 因為他們要懂外語 要懂中文 兩邊的文化他們都懂 他們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中介的角色 很多就變成了是香港的很重要的階層 統計階層的一部分 你們可能會知道河東吧 有聽過河東嗎 河洪生 比方說澳門最有錢的人 整個家族都會講起來的 六十年代的電影 The World of Suzy Wong 這部電影應該很有名吧 蘇西網的世界 曾經六七十年代很多人 其實一直到八十年代都還有這種想像 就是對於中國婦女 尤其是在香港的華洋雜厨的地方 中國婦女 就應該是像蘇西網這種 好像就是理想化的女生 這個電影呢 從頭到尾 沒有講說蘇西網 它其實可能 它根本可能是一個非常拖定的一個族群 在香港 完全沒有去處理這個族群的問題 族群的政治 它把蘇西網變成是香港女生的代表 尤其是貧窮女生的代表 然後把這個漁港變成是香港的代表 這個符號 然後好像它能夠很熟練的去轉換 轉換從人爬升到 變成這個外國人的女朋友的階段 就拉著這個外國人 而且它一方面可以跟狗狗換耍 一方面可以拉著她男朋友的手走來走去 變成外國寫群裡頭一個活動活躍分子 這個呢其實光是這個故事 你就會看到這種剛才說的 這個守保護婦女的 一整個那個上上爬上的過程 在這部電影裡頭 當然在這部電影的結局 我一定要劇透一下這個結局非常重要 所以這個結局就是 說希望她最後因為天災的問題 水災的問題 她兒子就死了 她沒辦法養活她兒子 可是呢 這個電影要有一個Happy Ending 有沒有一個很好的結局 所以呢 這個美國的男就把她所謂的請就去了美國了 所以最後他們是沒有離到香港的 這就是那個Happy Ending 對於這部電影來講 這些女生 這些香港的貧窮的 要靠賣身體的來養活自己 跟家人的女生 最後最好的最好的出路就是去美國了 對於左翼的電影來講 你們看過的威優純少 當然 血這種跟外國人打造到的中介的人口 是完全不一樣的角度 像53年的電影裡頭 我們會看到這個中介的角色 就是盧敦做的 其實這部電影也是盧敦的編劇 跟天上人天一樣 也是盧敦的編劇 他跟那個導演合作 那個導演叫李鐵 然後他自己也演這部電影裡頭 剛才說的最壞的角色 就是這個黃大班的角色 然後這個黃大班 他為什麼是壞人 就是因為他很懂香港的法律 而且他還用香港的法律 來壓迫自己人 有沒有 他說這個法律上 你們不能佔了我的床位 我這個床位睡了很久 所以是我的 即便我不叫豬爺 是我的 你們來了是不能睡我的床位的 你們知道這個怎麼叫乘船行為嗎 然後我用的走了 我就有權處計了 所以他在講的其實是一個 是一個香港的 引用一個香港的法律 這部電影的中心的情節 其實是講 鄰居之間的情感 跟心理機緣 然後要透過經濟上的無上機緣 來表達跟違憬 大家都一起的付錢 來養活大家 誰有錢誰出錢 然後 一開頭電影開頭的時候 二叔他本來一家 他錢出金他被撥簽 做了就是進車司機的威哥 他跟那個做五女的白銀 兩個一起來幫他招租 讓他可以活下來 留下來 然後他們一起開飯 開生意會 最後還進醫院 買棺材 生小孩 所有這些都是大家一起 來投腰包付錢的 最後有人因為他太重了 所以那個威少他吸血過多 他一直要賣血嘛 所以他吸血過多 他最後難產 張英就是那個文言的角色 有沒有做中學老師的那個角色 那個文言 那個做羅明的那個文言 他自己不是自己專血 為了去讓這個威少能夠度過危機 第一場 在電影的第一場 剛才說的一個大包王 他說 哎 你知道嗎 這個是犯法的 他其實是一方面他指著上包豬婆 他放高利貸 你知道放火的一出門 就一分錢 一分吃 所以他其實是透過他的特權 而且他的洋行打工工 就是剛才說的 跟洋人打招道的那種 買滿的那種柔室位置 挪用一個特權的語言 跟殖民地的法律來壓迫 這些他的貧窮的鄰居 然後還指其他人的鄰居 是撐害他的傳令 所以傳令 這個論述 是可以被他裸用來裸用去 讓他可以去保駕他自己的特權的 電影裡陶當陽比較好的 比較善良的 比較綜藝的樣物 是無處凡座的角色 他批判這種 從就是只看著錢的角度 我們看到一些建設師家 或者是其他的同仁 都是其實是很不在意去付錢 去幫助的 對錢其實看得很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武商的不幫助 而且是骨氣 就是正義感 即便坐牢也無所謂 那這個呢 到了七八十年代的香港 整改變得很厲害了 這種所謂的正義感 即便我觸犯法律 我也在所不施 因為我相信這個東西是對的 這種所謂的道德感 其實到七八十年代 就有很大的改變了 可能到了現在 我們又有一個很不一樣的看法了 我覺得現在的小孩 年輕人看回流出小朋友 有一個很不一樣的角度 人為我我我我為人 人為我我為人 這種是生成人的這種事命感 反而電影所批判的是那種法律的人 是那種跟外國打招道的人 反而是那種學院親戚關係 在家庭裡頭反而是最受壓迫的 有沒有 就是那個王太太啊 李孟說對他表妹啊很虐待啊 然後羅明啊 跟他的西叔啊跟他的叔叔啊 本來他的叔叔叫他去收租的啊 他就說欸我很少見他的 因為要跟他划親界線 因為這個人其實是讓大家 就覺得他是基本家齁 大家要跟他格列的 最後他去看那個西叔的手 有一個少許人他收房子對不對 即便你的西叔知道那個是威勞 可是還是要利用這個文言去 這個這個中南階級文言去 去叫他去收 收就是從人的租金 即便他們是業 即便他們沒錢交不出來 他說欸這個威勞其實快要被拆了 可是你千萬不要告訴他們 他們先加入租債算 這是一個非常不擇手段的基本家 這個地主 地產家 這種人當然 五十年代才是剛剛出現 所以這個電影的批判這種人 七十年代大概已經變了香港的常態了 這個人 這種人大概就是李嘉誠的人 其實這沒什麼好批判的 因為到處都是了 所以在這個電影裡頭 你看權力刑法 接種與西方現代主體 共融共商的制度跟信念 地產商勾結政府 黑商作業 這種土地發展 其實在哪個時候已經很明顯 是被承上場外用來壓迫生活的 讓陽明越來越艱難的 這種記憶了 這樣到現在的香港 是其實是無從無盡的 這種記憶了 羅明本來是個有文化條件的 一個招數人 可是因為在香港這種商業社會 他不重心教育 所以警察進大學是沒問題的 不重心教育 然後不從不教學 羅明說的 白銀他明明是他就畢業了 他也找不到工作 他只能做舞女 香港五十年代表 很多很多從大陸來的難民 他們失業很嚴重 所以呢 香港那個時候還沒有轉型 作為一個轉口港 搭班不讓他挑課 不讓你的白銀挑課 這個是他唯一不滿意 他的工作的部分 其他其實都還好 但是他能夠挑選課也 其實都沒問題了 反而這個羅明很有問題 這個羅明他一方面 他找不到工作 他失業 他礙於讀書人的面子 他不能到處找工作 然後呢 明明大家不夠錢 所以只能不能吃乳豬包吃 只能吃魚蛋粉 可是羅明覺得這個很丟臉 生育的時候 吃這麼廉價的東西很丟臉 白銀做一個舞女 去夜總會 幫他的同事 找幫他找工作 找同事介紹 給一個包辦編紙給他做 為了搭解白銀 騙羅明讓他洗專欄 羅明一整個晚上沒有睡 然後最後他還說白銀 其實是丟了他 作為男人大丈夫的面子 所以對他來講 他其實完全沒辦法理解階級壓迫 對他來講 他只是 就是有他整個儒家家旨的包袱 躺在身上 不能放下身外 所以到最後 他還是去壓迫整個鄰居 要收他們 三天之內要收駐金 然後大家 包括白銀 就對他另眼相看 就說 你為什麼怎麼沒有人情味啊 你為什麼突然變得沒有同情心啊 羅明說我沒辦法 公司叫我來收駐 我只能找自己做啊 這個儒家文言他的陽剛性 他作為一個男人 被承在電影裡頭被承善成 是前現代的 沒有好好的現代化 他鞏固了性別的階級的不平黨 封建頭腦 在中山清文的主因社會裡頭 他顯現了 儒家跟武器文言主導奏國的傳統 在香港的失落跟崩潰 文言賣身給幾本家 再來壓迫公園 然後發現自己錯了 其實電影大概整個電影很簡單的說 就是長期的一個知識分子 一花之後再接受改造 然後要呈現知識分子的道德鬥爭 跟詞感長期的一個故事嘛 最後他承認錯誤了 我二叔的死對我 我是有很大的責任的 在電影來講 羅明這個文言是不desirable 他不是個好人 他是要慢慢的被改造 才慢慢的覺悟的 有政治覺悟的過程 真的好人 真的是desirable的可遇的 現代人是誰呢 是做舞女的白影 他是沖咖啡的 他是追求理想的 唱歌的時候 他說他是能夠在黑暗中求光亮的 他是充滿了這種正面的美麗康莊的 戲圖的那種賞向的 這個新工作的角色 雖然在電影裡頭 一點都不浪漫化 一點都不抽象 沒有說他賺錢很容易 他其實很辛苦 可是在電影裡頭說他要摩登 現代要漂亮 他多彩多役 他遇水了 又出水了 跳 他力醜上上 他仗義敢言 他道德上限 他敢於跟基層工人同進退 他再到頭來 他是電影裡頭的現代性體現 這個演這個角色的白影的 吉羅蓮這個演員 他曾經一批 香港左翼電影裡頭 演過很多種不同的角色 都是這種角色 一點都不是那種我們想像的 你漂亮女主角 一定就是大家身材很好 或是沒有很多腦子的那種 剛相反 他是身材很好 很美 可是很有腦子 在所有整個電影裡頭 他都是能言憲變 感愛感悍 理智感言 非常有正義感 很有行動力 他基本上在那個時候 是被塑造成 一個現代華人女性的典範 他有時候是招式 有時候是無理 有時候是隔離 有時候是家用 可是都被呈現 這些都被呈現成為 求生的策略 一些個人的機遇 選擇的造作 是不是一種道德議題 在這些左翼的香港電影裡頭 紫若蓮自己也是一個電影導演 他也拍過一部電影 一部電影 反而什麼是被譴責的 被批判的 就是個人主義 基本家 還有中間的買板階層 這些跟是法治的合謀 他們不以貧窮 其實這些他們選人立即的 團結基本行為 才是值得收持的 我們會看到 接著五十年代 流行文化文本裡頭的 常見的用道德觀 跟七十年代後來 慢慢香港被後 新九主義化的大部分的 在香港續續 其實很不一樣 我還有多少時間 差不多了 要不要休息 要不要休息 好 然後我錄寫了這個 師我就不講了 因為你們自己可以看 在本子裡頭 我就找最後的一個部分 在這些香港左翼電影裡頭 其實是剛才說的 那個 唯有春曉 不是一個案 不是一個例外 其實很多這種電影 你們有興趣 就找來看 比如說有這一部 叫火絮銀花 像銀紅的 是非常明顯的 反直的 因為是擠入了大漾 英女王來香港的慶祝活動 可是同時呢 有一個在看 也是紀羅蓮 跟張英的配搭 也是這個配搭 你看後面 其實就是 就是英女王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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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符號 可是前面 他們兩個其實在談論什麼 談論 要不要偷珠寶 要不要偷珠寶 所以是這個繁華的 很亮意的 光鮮的 達都會的背後 其實隱藏了很多 很 不知道怎麼活下去的故事 比如說有一些電影叫錢 我也不講 這些左派電影 有一些電影學家 曾經說 其實是 繼承了 方言 中國的新文學運動 重視方言的那一塊 當然49年已經很久沒有了 所以這個重視地方化的 地方文化的 方言的 這一塊 而且是看著勞動人民的 文化傳統的 這種藝術形式 其實是在 上到50年代的繼承了 在中國已經沒辦法 再繼續的時候 反而是在 上搞活下來 這個方言的 這個 地方文化的部分 不過呢 我必須要說 這個地方文化的部分 你們可能會看到 比如說像白銀這種角色 他也是沒有族群化的 所以呢 雖然他其實是繼承了一個 廣東話的粵語文化 華南文化的部分 可是這個華南文化 也是沒有在深化的 多文化的族群 也包括單紮的文化 就慢慢的不見了 在香港的主體性裡頭 就沒有再出現 八十年代出現的 香港文化論述的 常常把港人 掌成基準有強烈的主體性 在中印的兩個政權 今天雜風裡頭 籌傳跟挖旋的一個族群 這個族群好像都不認為 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有強烈的主體性 中印的兩個政權 有挖旋 可是其實這種核心價值 比如說只看著錢 過度的都市化 賭博的心態 西方的殖民 輸出的文明跟公明 這種意識其實在五十年代 其實是讓很多左翼的文人 不安的 一個當然跟冷戰 其中的香港朋友 五十年代的香港 其實是在兩方角力的 就是左派跟右派角力的香港 很簡單的說 我不講整個細節了 很簡單的說 香港政府去統治管理香港的 其中一個很厲害的 很成功的一個手腕 一個手段 就是讓左派跟右派 都能相對來講 自由的發言 讓他們有自己的言論 跟教育的領域 文化的空間 最重要的是 就是你不要去 只要不動搖 英國的正傳就可以了 你們自己內鬥 不關我的事 你們只要不內鬥到 某一個程度 是影響香港社會的穩定 而影響了我的正傳的話 只要你不動搖我的正傳 我就不管你們了 所以相對來講 那個時候 香港相對於 所有的 整個亞洲的華人世界來講 香港是 五十年代的香港 是言論被文最自由的地方 左派跟右派的看度非常多 也有左派跟右派的學校 有時候 例如說49年 就會有學校 香港政府覺得你太左了 所以你可以左 可是不能太左 你可以用 可是不能太用 兩方面就可以 你只要左了 脫了一點點 它就把你關閉了 關閉了 所以它是一隻手 硬一隻手 軟的長子 一隻手打壓 一隻手安撫的 每個時候的香港 是一個港英政府 它壟斷了所有的土地 以非常低的稅 去籠落英國商店 跟馬來達街場 然後沒有公共房屋 也沒有公共醫療 也沒有很好的勞工政策 所以大量的難民 其實那個時候 是一個極度的機緣分布 非常不平等的一個狀況 有龐大的 很多一個道德危機的一個社會 所以才會有這隻五十年代的文言 他們堅持待在香港 做一個所謂的新民主主義的 西藏啟蒙運動 對於他們來講 他們當然是 他們是一方面支持 國內的政權 中國的政權 可是他們也要支援香港 他們覺得香港這個地方 要抗拒反對外來的殖民地的遺失 可是他們一方面 也透過他們教育他們的文化工作 北方說他們的左翼的電影 他們做很多 北方說要什麼不送禮啊 不讀錢啊這種東西 香港的左翼電影明星就說 我一簽約 只是在電影公司 左翼電影公司 我一簽約就說 我不參加應酬的 你可以想像嗎 一個電影明星 女明星 她說我不參加應酬的 我只是拍電影的 那個時候是 很多這種女明星的 在香港 好了 所以他們其實是利用 電影這一塊文化工具 在香港 一方面為中國的革命 一方面為無產階級的革命 就是做一個機緣的工作 可是他們非常知道 他們也是屬於機殘階級的 現在這個機殘階級的社會 透過去分析現實 來分析階級矛盾 所以在哪個時候 這些東西是沒有 北方說得到 中國中央的應可啊 跟在香港造好造作 這個是沒有衝突的 在五十年代 真的有衝突的是 從一九六七年開始 香港的電影人 這些影人 在六十年代 開始發現了一個壓力了 因為開始反右了 在國內 於是就開始 要寫得很清楚 這個東西是左還是中還是右 然後這個壓力 就慢慢的移轉到南方了 香港也開始感覺了 這個左翼也開始感覺了這個壓力 就是要接近鬥爭 尤其是到了六七年 中共在派人 特別去派 就是從北方派人下來 去借替這些所謂的左派電影公司 然後跟他們說 現在是民主鬥爭 沒什麼一線二線 你們不要以為你們是二線 都要出來表態 所以這些左派電影人 他們都說 我們本來就是愛國的 國家對我們也有一些幫助 我們一些電影可以拿回去給觀眾看 所以這一個小的解釋左一點 在香港可以發行 在大陸也可以發行 可是文革一來 就說我們都是反革命的 在外面放毒 我們做了很多壞事 一個就是香港很有名的六七暴動 我就不仔細講 你們有興趣可以在網路上找 很容易 Wikipedia都有的 六七暴動當然就是香港的一個很龐大的 公園發起的運動 後來就變成了 因為中共特別派人來香港 掌控這個運動 所以所有人都要表態 所有這些本來 香港所謂的左翼的文化工作者 教育工作者 全部都要參與 而且是帶領這個運動 這個運動 後來就變得 是跟中國的文革有點像的 你看他們穿著衣服 他們舉著手續 都開始受文革很大的影響 本來其實是一個公園的運動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六七暴動在香港 都慢慢的被搖窩化 香港政府跟香港的傳媒 就把整個六七暴動寫成 是受中共的控制掌控 制造出來的一個懷慮 一個popping的一個運動 本來在香港 在左翼的文言 很有盡情的看法 對於國家 對於文化 對於香港 對於基本主義都很有看法 可是 他們慢慢的失去了 國家作為一種想像 一種投協對象 他們兩邊都不適合 是香港 香港政府跟英政府 覺得他們太激進 然後中共政府 覺得他們不夠激進 香港的歷史學家 Derek Flory曾經說 1967年的這場運動 其實是一個分水嶺 究竟他在香港的歷史 邁洛洛爾的怎麼定位 一直是非常討論的 非常受正義的 港英政府 九七之前 差不多完全不能談這個運動 九七之後 你本來以為是可以談 原來也是不能談的 其實現在差不多 六七暴動 完全不能談的 Derek Flory 都說 他猜 1967年這個暴動 之前 左派在香港 其實是蠻完善的之構 六七暴動 反而在香港 成為了最大的受害人 他們 失掉了香港的民心 第二 他們因為中國內地 沒有文革 所以香港的左派之構 自己 也不清楚他們有沒有 正統性 只是大陸來的那些中央代表 跟他們說 他們沒有這種同事 你都會不夠左 所以他們自己 就很難再運作上去 第三 中國的香港政府 是從六七暴動就看到 原來你們三港左派 其實跟中共中央的左派 就是同一種左 啊 那我們就可以打死你們了 這個是 大陸報裡頭 是從左派 包刊裡頭 怎麼去呈現 這個運動 你看 就是這個工人 把這些三個警察圍起來 很英雄這樣子 這個是 左派的包刊 的一種呈現 我們必須感應必敗 可是其實這種 不是最流行的包刊 最流行的是 誰種包刊 這是 工商預報啊 這種其實是有國民黨 背景的報紙 這些 做參與 暴動的 參與六七事件的 都是暴徒 現在我們在香港今天 聽到很多暴徒了 其實 真的都是歷史輪流轉 其實現在 非常 這個狀況其實非常下 因為也是一個輿論的戰爭 誰長得最多最好 資源最夠 最能夠讓人民幸福 每個時候港英政府就贏了 港英政府就把整個香港 大部分的人民 贏過來了 就是發覺 原來明星其實不在 左翼那邊 因為這些都是冒兔 他們是有暴力侵傷的 而且也死了不少人 很多是小朋友啊 學生之類的 每個時候 對於港英政府來說 左翼 上港左翼的那條線 是跨過的 你們在學校裡頭 今天去刷牙這種 仇恨啊 這種暴力啊 現在我們在上班 今天聽了 我們在學校 就刷牙暴力了 仇恨了 所以每個時候的港英政府 也是長期長 這些左翼學校的 他們就說 他們其實是違反了 我們本來秘密的 那個 那個約定的 就是你們不要 要威脅我們的統治 所以呢 六七暴動到最後 本來 英國的警察 是贏了 他們全贏了 他們贏了 香港的明星 也就所謂的 平時到 暴乱有功 贏了一個光榮 可是最諷刺的 江家衛 是少數的研究 香港的六七暴動 的一個研究員 他就說了 其實最諷刺的是 可是在港 香港警察的 一種檔案裡頭 他們自己的網站裡頭 也是發現一段歷史 盡量的清淨帶過的 另外 對他們來講 現在換了政府了 他們服務的人 剛剛好是那個時候 打的對立面 他們剛剛好走到那個對立面 所以究竟 那個時候是光榮還是不光榮 很難講 好 六七暴動 左派正言 就被形容為 是反應抗暴 在左派的報刊裡頭 本來是一個偉大的 愛國的行動 可是呢 失敗以後 左派四十年來 對於六七暴動 就一直不能 就很大的討論 根本連講都不能講 因為其實一直都沒辦法 找一個他們覺得 可以說服香港人的一個說法 即使外界 偶爾重提這個事件 他們都只能 七秒淡寫的 說那個時候 存在一些國際的行動 然後呢 可是對於推動香港社會 改革還是產生了 正面的作用 這個其實是很痛斥的 最近有一部電影 去年有一部電影 也是叫崇基導演的 中英階一號 在這邊是沒辦法看的 中英階一號 其實就是把六七暴動 跟雨傘運動平行放 而且就是兩個不同的時空 在做一個對比的 這部電影在香港 非常非常不賣座 而且是被余肺英平 罵得很厲害的 就是怎麼可以把六七暴動 跟雨傘 怎麼樂愛民主自由的運動 放在一起呢 完全不合理 被認為 最後就講到經濟了 經濟當年 人到經濟的時候 繼承了很多 這個八十年代的 基本主義就是承受的 這種意識性態 上上爬 鼓吹消費主義 個人主義 受益管制 就大量的冒險 這世界上的精神 其實為基本主義賣命 的精神 就變成了一個重重 在經濟裡頭當然就出現 即便你是上經濟這種 很醜的 可是阿根努力 阿根問都成 所以只要你努力 你還是能夠找到一口飯吃 這個就是香港人的單身了 香港精神了 雖然他不漂亮 他不性感 但是無所謂 他即便醜 他也可以賣醜 他很努力的賣醜 他也可以賺到四萬塊一個月 好 可是呢 我覺得阿根另外一方面 他非常有趣的是 阿根努力這部電影 他同時我會說 他一方面他繼承了 每個從七十年代過來的 所謂那個虛擬山精神的 有種基本主義的 上上爬的意識性態 可是另外 他又對於這些 繼承的草根的各種各樣的 所謂的低沙階層 充滿了應同感 所以他一方面 其實是 應同大家上上流動 可是另外一方面 這部電影中 呈現了各種各樣的 低沙階層 各種各樣的 像這個神經病 有沒有 他說他三年沒有上過 這個神經病 然後呢 同時 他又在批判 這些上上流動的 靠什麼的 這三個很有名 靠地產啊 靠偷工減料啊 靠炒股啊 靠炒股啊 就是這種 其實香港最有錢的 這種全貴階層 他也在批判他們 我必須要說 今今這部電影 大概我從來沒有聽過 可能也沒有 不會有人早就講的 我其實會認為 他其實是繼承了 香港左翼電影的傳統 一個很例外的 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然後他也是很完美的 把性工作這一塊 帶回來的 中國的左翼電影 已經不能長 性工作了 差不多連性都不能長了 可是呢 是在香港的左翼電影 傳統裡頭 繼承的這個脈絡 性工作從來沒有消失過 這個身影 而且跟階級的批判 也連結在一起了 他一集就是這樣子 當然 我這個故事 隨便掰出來的 因為趙良靖導演 其實我認得他 趙良靖導演 他就派過一部 周西長 香港的左派電影院 放影院的正戰 一個老左的電影 叫老港正傳的一部電影 好了 這個賣魚丸的經濟 他跟不同的基層人口 他做雞的 他一點都不生丟臉 他覺得這件事情 他跟清潔公園一起 他覺得從北方來的北姑 他們居然在香港 很多主流的人口 很不喜歡他們 可是從阿金的角度 他覺得 他們都是為了一口飯吃而已 為什麼要怪他們呢 我就講到這裡吧 謝謝各位 好 那我們是不是就開始進入QA的部分 有沒有問題 首先謝劉欣老師 因為台灣以前 應該蠻難知道 香港的左派電影 應該蠻難知道 香港的左派電影 那我想請問一下 那個 老師第一個問題 就是 所謂的四十三下精神 這幾年 台灣人應該也比較會常聽到 可是我在想 因為我之前去看那個 香港電台的四十三下 那我在想說 去 所謂的四十三下精神 像老師您說的 是 七零年代 你講的那些劇情人 那我在想 香港電台 他 長年去 製作那個劇集 因為我去實際看了 比方說看一半個書 到那時候演的 他演的東西就是 真的是 你就覺得說 哇 你就覺得說 欸我 香港那時候 就是跟我爸爸媽媽的 年輕時候 真的就很像 跟我大概 可能 滿小時候 那其實差不多 因為台灣那時候 電視是 不是在演 服裝 不然就是在演 巧妙 大概就是這兩類 可是我去看了 一點點 我就想請問老師說 關於香港電台 這個長期的劇集 以及羅文那首歌 對於四十三下精神 在香港的心裡 是不是也 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這兩點 這一點 然後第二點就是 講到那個 左派電影 因為我之前去看了一些香港 電影師 可是因為我是自修 我是學這個的 然後 我想請問老師說 因為國民黨 過去是反共的關係 所以很多時候 香港的影響 他只是跟中國戰道 一點點關係 他就被封殺了 那因為我們知道 八零年代那時候 像我的話 我講說 那時候 台灣是香港 非常重要的一個市場 除了 老師您說的因素之外 是不是香港 應該那時候是說 中華民國政府 國民黨他的立場 以及 他這種動作 封殺的態度 也會去影響到說 香港左派電影 他只能 慢慢的 可能他要消失 或者是改變立場 或者是轉盪 所以 後來香港 我們 因為就我的了解 在台灣 不太能夠去知道 哪些是左派電影 所以要特別去看那個 你講的比較早期 才知道 哪些是左派電影 那像您說的經濟的話 呃 沒有您講 我們台灣 如果看那種 國語版的 我們也看不太出來 是 有左派的影子 那我是去看越語版 才比較去了解那個 時代的感覺 這樣子 謝謝老師 好 好 我先回答一下 我先回答一下 一個比較容易的部分 其實 因為 剛剛 幾天的關係 我今天 有一大段 要就是 skip了 其實 就是 你剛剛想說的 問題的部分 台灣 比進去 可以扮演了一個 很重要的角色 從文革開始 文革1966年 階級影響了香港的力氣暴動 從1967年的暴動 香港的那個事件開始 香港的左翼文言被拖出來 要計畫 要參與 集結的參與 有什麼樣的示威啊 還有走得很淺這樣子 走得很前線 所以呢 他們突然被認為是出櫃 本來是我們自己默默的做文化工作 做電影啊 做出版 突然他們又走到成為街頭這樣子 所以整個出櫃 對於港英政府來說 很容易看到你們是誰 是什麼樣的一群人 要有多少人 是哪一家公司 全部都被看出來了 被定位了 然後也是這個定位 也幫助了台灣的國民黨 幫他們定位 就是你像你講的 台灣本來那個手機師 是冷戰一個很重要的player 一個很重要的棋手 所以對他來講 他也看到原來我們之前 可能是跟他有生意往來的公司 或者是藝人 或者是文言 或者是作家 原來你們是支持整個 每一個正傳的 或者是每一種運動的 所以呢 就全部 所謂的冷戰圍堵的出現 就把這些公司的 其實是幾家上海的左派電影公司 就是鳳凰、長城、新蓮、中蓮 剛剛我們講的 大部分的上家啊 上錢啊 上微樂春曉啊 火樹、銀花啊 每幾部電影 就是來自中蓮電影公司的 要中蓮電影公司 是個新蓮電影公司 是姐妹公司 新蓮就是盧敦 剛剛講的那個編劇 很重要的盧敦演員 他其中一個創辦的公司 所以其實他們都是好朋友 這幾家公司 都是無雙就是分享資源的 很多他們的 不是說夏宏 每個女性 女明星 她就說她固定籌碼 她不交出去嘛 她還說 其實那個時候 參加左派電影公司 是特別 工資特別低的 可是因為我們相信 我們在做的事情 所以工資低一點 沒關係 有一些像中蓮的 像基羅蓮啊 像張英啊 你們看的 威樂春曉的男女主角 他們差不多是不拿工錢的 因為對他們來講 他們參加中蓮的製作 是為了去造語 為了去做文化工作 他們在外頭也拍電影 他們本來就是名演員 所以他們在外頭拍的電影 他們拿了工錢 再來養活他們的左翼電影工作 所以是掌機的一個運動 然後是因為這些人 原本來其實 因為他們也拍很多種不同的電影 像張英這個男主角 他現在看的其實很好玩 就像你講的 其實不光是你們分不出來 我可以跟你講 香港大部分的人也分不出來 什麼是左派電影 什麼是右派電影 所以這個才要研究嘛 你才要去挖掘 其實他們本來的中繼理念是怎麼樣 為什麼要拍照這個電影 張英是同時拍所謂的左派電影 同時拍右派電影的 同一年他就拍兩部 然後張英對他來講 右派電影都是拿錢 拿了他的錢很高的薪水 就可以來製作他的左派電影的製作 然後這個中聯電影 就是這二十幾個演員 有些是導演 有些是編劇 包括李敦 包括張英 有一些是演員 他們一起的collective 就是合作系列的形式 他們全部都是鼓動 所以每個時候 其實六十年代是很溫暖的 其實在香港也不是很清楚 誰是所謂的左 誰是所謂的右 所以才會有一些後來 被中共派人下來 跟他們說你們一定要表態 他們就覺得很不爽 為什麼要把我們變成左派呢 我們其實只是愛國而已 我們相信誰會進步而已 我們批判階級平等 我們批判基本主義 你硬生生的要跟我們說 我們要出來 跟所有人說我們去左派 完蛋了 然後搞定政府 就可以用這個機構來打壓他們 然後也是台灣政府 也用這個方法來打壓他們 台灣就幫幾個公司 就是少氏、電貌、光益、榮華 這些電影公司 那個時候其實是五十年代來講 這些電影公司 非常非常沒有什麼很大的影響力 其實大部分的從人看電影 就是去看所謂的左派電影 他們當然不會覺得那些左派電影 那些電影就是掌網的故事的 那些電影就是吳楚凡嘛 那個就是跟我隔壁的那個大哥一模一樣 紫羅蓮嘛 所以他們只是說 在這種掌網心裡頭的故事 你不會覺得你是左派電影 可是後來完蛋了 因為這次電影 開始被認為是左派 台灣就那個叫什麼 就是就是砸你一掌 就是大石炸 就是要砸一個石頭進去 反正你們已經被打壓了 所以那個時候就把這些什麼少師啊 本來是在新加坡的小公司 電帽這些公司扶持起來 而且本來這些公司 像少師們電帽 被後來變為是肉排的公司 是台灣國民黨很喜歡的公司 而且是山陽基本主力的公司 這些公司其實一開頭五十年代的時候 他們生產量不夠 他們是馬中聯的電影去東南亞發行的 我們現在做內研究才發現 所以所謂的左派分架 其實是非常不清楚的那個時候 本來就是一個有一點合作的關係 其實本來是這樣子的 在香港很多因為少師 他有一個很好的發行的網路 在東南亞 在新加坡跟馬來亞 可是他自己的生產量不夠 所以他就買這些左野的很流行的 很多明星的電影去新加坡發行 所以那些新加坡馬來亞 都是看這些左派電影的 可是是少數這個所謂的右派公司 幫他們去發行 後來台灣的長坡這些公司 要發一個商品 還幫他們起草 這個商品說他們不能買 不能發行不能放民 所以也在做拍電影公司的電影 所以就變成1967年以後 上市就成虛而喻 去六十年代之後 七十年代就變成一個非常非常非常成功的公司了 這個又會是左派電影的沒落 所以這個才好像回答你第一個問題是吧 其他的問題是 一個問題是 港台的長期製作那個 四十三校的 喔四十三校的疫情 香港人對四十三校的疫情 對 對 四十三下精神 這個基本上 這種政治觀念 或者是你說一次型態也可以 這個政治觀 其實這個名字好了 就是從你講的那個 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的 每一部小小的電視劇出來的 就是靠那個名字 每個名字是自己上下 然後每個電視劇不是所謂的長期 每個電視劇就是從七十年代開始的 七十年代之前其實是沒有的 六七暴動 我剛剛講的那個分水嶺很重要 就是因為六七暴動以後 把整身左派全部都圍堵起來 基本上 其實就在香港變成是一個冷戰的戰爭 把他們全部都邊緣化了 然後那個時候港印政府 看準了那個機會 一個非常好的政治時機 就計照了一個身份 給香港人 每個身份 是要打造香港 作為一個有國際地位的 具備高熟悉的教育 科技文化 高水平的工業商業的財經 設備了模範城市 為什麼要從七十年代 香港政府施政要有這個 用這個宗旨呢 因為他看到九七了 其實七十年代的時候 他就知道 香港只不能長期的 受港印管制 然後已經開始在想 我們怎麼走 我們怎麼離開 我們要離開 從香港英國人的角度 我們要離開 離開得最漂亮 我們的談判的籌碼 最高的方法是什麼 是把香港記照 一個身份出來 是跟中國是最不一樣的身份 中國怎麼樣 我們就跟他相反 中國沒有很好的商業制度 沒有很好的財經設備 沒有很好的科技化 他沒有很好的國際關係 我們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主黨的香港 所以 香港到九七的時候 他跟中國的條件 最不一樣 拿香港人為最不上的 就是被回歸 那很合理啊 因為二十年來 我們的香港 跟上面的那一塊 最不一樣 這個就是我們最人以為榮的身份 那整個身份 你突然九七要被拿走 怎麼行呢 所以整個 香港殖民基本主義的 應同跟自豪 也是被慢慢的被移植到 是對財產自由化的打拼 對法治的維護 對階級上上流動的應同 這個對我來講 總是四十三精神 你剛才講的 哪一部電視劇 裡頭香港電台的電視劇 裡頭有很多很多小人物 每一個小人物 比方說小學生 每一個都是充滿了希望 他們對於香港這個地方 他們知道 他們只要努力念書 他們上上爬 他們的草根街場 不會是他們上上流動的障礙 但只要我用功 我走能變成功演示 這個就是整個電視劇裡頭 最重要的核心詐集 後來也變成了 就是三港人的核心詐集 你們打開之後 過一下 過一下 喂 好的 游靜老師妳好 然後我的問題 是比較聚焦在 《經濟》還有《經濟2》 這兩部電影的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阿青是女主角 然後在這兩部電影裡面 他都有兩段比較重要的關係 一段是和商學有試聯的表哥的 另外一段是和華人街工廠 就連結算是一個ABC 把黃日華 飾演著Richard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這兩個男性的形象 他其實幾乎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張學有的那個表哥 他是一個無產接近嗎 那個草根階層 但是他將所有東西 都視為可以變現的 就是資本 他把情感啊 把額表啊 把小孩 甚至於把婚姻關係 都是他的生意 就像他這輩子 做一件事情都是做生意 他自己的證書是這樣子 但黃日華呢 只是他是華人街工廠老闆嘛 他是相對溫柔可信 可是他不遇 就是他沒有辦法孕育後改 就這兩個角色的關係 還有他們跟阿金的這個情緒 我們應該怎樣去理解呢 就是在港左塘邁路之下 又可以看到他的能務塑造 其實批判的對象剛好翻轉了 對 然後也可能剛才因為時間關係吧 沒有聽到老師對於經濟有比較多的 就是 呃 分享一下 充充幹這個部分 對 就是這樣 嗯 其實我覺得你剛剛 直接分享他的問題 嗯 《經濟》裡頭有很多段 很重要的男女關係 不只是這兩段 這兩段 我先講一下 嗯 他 就是我剛才講的 《經濟》我覺得很有趣的 作為一個很複雜的電影文本 其中的一個部分 其實是繼承了這個世紀山精神 他literally 有世紀山那首歌在裡頭 然後就是大家唱的時候都很感動的樣子 因為也是他慢慢的恢復 本來是沒有什麼生意的 可是慢慢的活過來的 就是傳活的一種 其實就是沒有 survival of fitness 的那種感覺 就是也慢慢的可以活過來活命了 傳活了那種感情 所以 哪一個是他在不同的關係裡頭都有的一種感情 就是繼承 其實是地下階層的人 可是繼承地下階層的人 他們透過比如說賺錢啊 他們透過那一支財富啊 他們透過他們的努力啊 他們透過使金錢作為 他們生命最重要的部分 跟哪一種價值觀點 讓他們慢慢的可以傳活下來 就是透過羅庸的這個基本主義的價值觀點 他們可以在這個非常商業的社會傳活下來 所以這個也是電影很重要的一部分 這個電影其實沒有很大的批判 在這個部分 不折手段的援上那種什麼 那個地產商啊 他有批判 就是很少這個鏡頭 你要是真的只是少人物 基層人 靠賺錢 靠上上爬 靠 市錢作為很重要的部分 這樣他可以慢慢上上爬 這些種關係 在經濟裡頭 其實是大部分香港人的寫教 在香港的電影都是這樣子的長線 可是呢 你剛才講跟Richard的關係是不一樣的 Richard不是一個香港人 Richard是個ABC 然後這個當然跟香港的這個 是個長期的 就是我們在講大門的那一部分 香港本來就是一個長期扣 靠外國人而得到利益的一個地方 英國的到來 美國的到來 他們的商業 他們做的全規階層 你跟他們打招道 就是讓你可以得到利益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這個也沒有什麼道德批判 所以你不會覺得 Richard在電影裡頭是個壞人 他不是個壞人 他在電影裡頭是個外國聯繫 可是透過這個外國聯繫 解決了經濟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兒子怎麼辦 沒有福氣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所以對於阿靖來說 這個外國人 變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外國聯繫 作為一種機緣 用support 就用support 讓他解決了 他可以讓他兒子活下去 一種方法 出路 這個呢其實你委屈看 其實可以作為 蘇星王的事件 這個對比 蘇星王的事件是靠自己走 去美國作為一個出路 經濟不是 經濟是把兒子送去美國 作為一種出路 他自己不用走 他是七級山下的香港人 他也跟七級山下的香港人一起拼搏 他留在這個地方 但是下一代喔 下一代要不要留在香港 不少就要出國 當然是比不出國好呢 這個也是很多香港的詐質觀 那邊也是很多台灣的詐質觀 你知道嗎 好 可是呢 這種關係 剛才講的這種關係 在經濟裡頭 其實還有另外的對比 還有另外的contrast 要是你講rich這個關係 不能不講另外你的關係 就是一開頭的 你記不記得 阿欽本來他有點錢的 他借了一個 他把自己的錢借了給一個大陸來的 黑社會大哥 剛剛打結什麼什麼東西的 可能是銀行的一個大哥 黑社會大哥 他剛剛按摩完 這個 因為要逃亡 所以阿欽為了去幫忙他 大陸來的 掌國語的 掌普通話的 然後這個大哥 他幫他做完以後 還把錢借給他 然後這個大哥跟他說 他們還的 作為一個草根女性 你把這些最後的錢 借給一個你的客人 可能是瓶水商鋒利子 見一個晚上的人 他跟你說你會玩 誰會相信阿 在基本主義社會 可是經濟裡頭 特別寫了講這個聯繫 這個聯繫不是跟外國 而是跟中國的聯繫 在經濟裡頭寫了一個掌記 跟中國的聯繫 而且是一個很有義氣的一個聯繫 我記得你落爛 即便你是犯了法的 可是無所謂 我應同你 反正我們都是落爛的 所以我幫忙你 最後當然電影的結局 我們都知道 就是這個研究了他 最後他說他還 他就很多倍很多倍很多倍的環了 就讓阿金可以活下去 這個香港 要是阿金是所謂 香港人的一個符號 在電影頭的話 那這種跟這個 中國大跟台灣的關係 這種怎麼樣的符號 我覺得我們也是可以思考的 不好意思 那個因為我的時間超多 所以我得要把QA卡掉 那最後一個疾問 可能就是我退後再交流 但是我同時要運用主持人的一個特訣 我想請尤金幫我們讀一首詞 可以嗎 因為他剛出了一個小冊子 叫做 一本小書叫做 《永看掉後的炭氣》 然後我收了幾首他的詩 其中一首是出自大麻蛋的 那叫做《給我滾》 是青年 那《滾》當然有玩一下雙重的難題 就是 《給我滾》就是叫你滾蛋 然後他自己叫你 要好好的《滾池不生胎》 另外那種意思 我覺得 那我就會寫《流淨》 用粵語 老女我不知道你們肯定不懂 但是回頭可以自己再找來看一看 但是很好 我很喜歡這些歌詞 好 這一首詞是 其實是好像2006年份 大概就是2008、2009年 寫了一首詞 差不多10年前 所以這首詞 因為這首詞是剛剛 香港年輕人發起的一些社會運動 不是三、六、七、八、六 是年輕人發起的一種新的 關於土地的社會運動 尤其是比方說 王后碼頭、天城碼頭、 李東街、灣仔 每種社會運動的脈絡之下 然後當然 差不多沒有任何一次 是三個政府有聽的 十幾年前 馬剛開始的時候 今天我們看到 香港一些運動 大概很多年輕人都會 都會記得 十幾年前的那些運動 因為他們大概覺得 他們其實從哪個時候開始 繼承的那個脈絡 可是從哪個時候開始 三個政府都沒有理他們 然後每一次 從天星到王后到李東街 都是被打壓的 所以只能搞到 堅持堅慾這個狀況 所以每個時候呢 我便寫了就只有一種書籌 《啼烏鬼》自稱 一年轉念遲逐下 寸土不生何難 沙中生膽才難 而且定是歸等 邊泰是自然 道德是半夜 是歸等常有濕濕的內 夢得無法連對皇后的鐵門高官 抱著整天避襲押上會 使盡迷板鐵馬馬不仁 仁慾國民 都拔得起碼頭上 星空下一根草 只有歸等 草會越滾越硬 經常突破 且堅持不飛走 即使現實是金玉面玉 但天堂此轉念 此逐下 此於黎冬街 此於菜園生生活 此於沙中榜州 此於城大隔壁酒店 在風暴一場又一場 在生涯下 唱歌爆房 房中馬 碎潤好好光昏 平放在連希望 充滿愛與和諧的高鐵腳下 一無所有 所以無懼改變 拒絕與地產共靈共裝 歸殼上 影出海市城樓下 轉化路易 為憂閒 想像生出行動 生出想像無限 想像年年高原六一 滾上去路不圓 滾出山歐歐滑滅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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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滅 帶來這種精采的理想 就謝謝大家